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又我来自澳洲的震别师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 《平经济》 《反网报》 好 今次就是世界时事当日一 第一则新闻就来自乌克兰 乌克兰他们说可以和谈 但是弄出来的条件应该挺难满足 现在他们更说 如果俄罗斯不可以满足这个条件 一切免谈 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 西方的的确确是有向乌克兰施压 希望他们和谈 最后西方都说这个控制权 决定权在乌克兰人手中 但是你有跟他说 之前米利 美国的一位高军头 其实他们在开会时也说 现在是一个好时机和谈 其实已经等于公开施压了 现在西方当然他们不敢说 但是相信大家都希望 乌克兰可以和俄罗斯的和谈 有一个进展 要求他们对于和谈是持开放态度 但是乌克兰的官员 又是说那句了 那是什么人呢 原来就是 这个扎尼斯基的老铁 好兄弟 亦都是总统莫了 叶尼斯基的老铁 他通过视频 就在加拿大哈里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 就发表演讲 他就说 我们没有收到俄方任何关于谈判的正式申请 不过这么说 他们没有联系我们 就算要谈判 首先要完全撤军 如果不是的话 一切免谈 他撤了军 为什么要谈判 有什么好谈呢 反正就是不撤军 和谈就免了 这些是说到 好像你在战事里面 占尽常风的时候说的 现在最多是五波 现在最多给你五波 凭什么开这么高姿态的条件 逻辑问题是他也撤了军 你谈什么东西 你也想他撤军 撤军是可以再谈 如何追究责任 对 追究责任 赔团 这位总统的幕僚 叶尔马克也说 谈判如果不是以乌克兰 在他们国际供应的边界方 范围内 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基赛 那就不用谈判了 免谈 即是说 如果我们拿不回我们完整的领土 那就不谈 他就说 俄罗斯首先做一件事 就是 马上从乌克兰领土上 撤出所有和关 应该很难 乌克兰总统扎尼斯基 其实昨天 是排除了 和俄罗斯 短期停战的想法 其实他们都 挺难搞的 说真的 他就说 如果和他们暂停战事 只会令事情更加糟糕 不是 制造一个良好气氛 一般来说和谈 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想的 为什么会这样想的 因为他不想和谈 哈哈哈 就是这么简单 你看到他 其实他一向来说都不想谈 但是西方给他压力 他就肤显了 说一些达不到的条件 是呀 扎尼斯基也在同一个安全论坛上就说 俄罗斯现在 就想寻求短期的停战 好像没有 没听过 他说这样就这样 寻求恢复实力 有口气喘息 之后 卷土重来 有人可能会说 这是战争的结束 但是这样的喘息 只会令局势惡化 其实我看不到任何的逻辑所在 不过五角大流的官员也说过 其实乌克兰军队 很难是完全 短时间内收复俄罗斯 占领乌克兰的四个公投区 之前 美国参谋首长 即是这个 联席会议主席 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 米利将军 其实也说过 俄罗斯现在加强 对大概20%的乌克兰领土的控制 从哈尔科夫 和哈尔从事 也是撤军 米利也说美国 和盟友的支持不会减少 但是 几乎有效阻挡俄罗斯出兵 令到他们自己在更加 有利的地位的时候 现在应该是可以谈判了 即是他觉得现在 你也是拿了少论 俄方都肯谈的时候 不如你也谈一谈 当然你也有味 他也说 将俄军 全部赶出整个乌克兰 包括克里米亚 这种 具有意义性的军事胜利 近期内 发生的可能性 从军事上来说 是不高 很温和 其他个节目还说 他想着明年春天 应该可以解放 克里米亚 他也问他这样说 好温和 另外美国国家安全会议 发言 阿比 也说 美国其实 没有想着逼基库 进行会谈 或者是割养土地 是不是准备好谈判 什么时候谈判 怎样去谈 这个只有扎尼斯基总统 和乌克兰民众可以决定 美国没有施压 没有逼他们 上谈判桌 其实之前 扎尼斯基都开了三个条件 都是等于这个 第一切冠 第二就是要赔偿 第三就是追究 发起战事的人 即是普京大帝 一开始你就是追究他 即是叫他下台 我相信 人家就不会跟你谈 你一开始就 叫对方头下台 谁肯跟你谈 我就想问一下 应该就没人敢敢这样做 还有 你们知道 现在 冬天章字 冬天章字 当然你可以不理民众 但是民众真的会捱冷 捱饿捱捱冻 究竟谁负责呢 是不是 好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来自土耳其 和富尔德仁 富尔德仁 领导的 是轟了他们在赘利亚北部两个居住 他们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士的村庄 当然 13号的时候 土耳其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就有波罗事件 当然 现在就应该 责任在一些富尔德的极端组织 导致六人离世 八十多人受伤 这起这么大事 其实 亦都令到两个国家很担心 就是芬兰和瑞典 因为他们之前和富尔德仁的关系也不错 现在 既然有这样的大事件 大家都是 不知道怎样可以 叫做加日北约 土耳其总统 东安尔多安就说 你不清除 你们国内的富尔德极端人士 我们就不会 给予加日北约 而且亦都要求引导一些 他们认为是极端分子的人 回土耳其 暂时这两个国家都没做 当然 土耳其在伊拉克境内 完成对于 这个非法组织 富尔德工人党 跨境打击之后 应该会进一步 再会对准这个 敘利亚民主力量 敘利亚民主力量就说 你们土耳其 把我们 民众 搞定了 他亦都说 土耳其 亦都轰了一些村庄 好似一条 希尔阿拉伯的村庄 其实 这座村庄居住来自 拉斯艾恩的一些 民众 他们说这些民众是流离失所 19年的时候 因为土耳其占领了他们的地方 所以逼他们走 敘利亚人权组织就说 土耳其的攻势 造成最少是6名 敘利亚民主力量的人士 是离世 和6名 亲 富尔德的人士是离世 不过 对于这些指控 当然 土耳其 他们 是没有任何评论的 土耳其 其实 已经到今时今刻 已经深入 敘利亚北部的 富尔德人 的地区 有三次攻势 富尔德族 人民 保卫军 他们就觉得是 富尔德工人党的一个分支 土耳其总统 可以当安 就觉得 今次 在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的事件 就是他们搞的 富尔德人 其实 我觉得也有很多 不如意的事 其实他们 是生活在西亚的 有没有民族 人口也挺厉害 有3000万人口 主要分布在土耳其 敘利亚伊拉克 和伊朗四个国家 有少数分布在 阿塞拜疆 就是台湾地区的 阿塞拜延 还有 阿美尼亚 还有 是 欧盟国家 俄罗斯 以色列 也有 其实在中东 它的人口 仅次于 阿拉伯 土耳其 和波斯 这些民族 是第四大的民族 同时是全世界 没有国家的民族 当中人口最多 富尔德人 是中东地区 现存最古老的民族 2000多年来 一直都在 富尔德斯坦山区活动 过去 都是过着游牧 或者雇傭兵生活 后来 不断向周边地区扩散 近年来 富尔德族 已经有独立建国的浪潮 但是 亦受到 土耳其 敘利亚 和伊拉克等国家 强烈的压制 后来 他们就选择了一条极端的路 部分 富尔德工人党的成员 其实就被西方列为 这个是 极端分子 在 阿萨德治理之下的 敘利亚 富尔德 民族的服饰 节日 和富尔德语 的出版物 遭受到 全面的禁止 而土耳其 压制了几次 富尔德的起义 1991年之前 富尔德这个词 其实 在土耳其 国内是一个禁忌 富尔德 人 当时在土耳其 只可以叫做山地土耳其人 当然在撒达姆治下的伊拉克 对富尔德人 亦有压制 到了高点 亦掀起了 阿拉伯化的政策 伊拉克很多富尔德人 就是被 赶到伊朗 或者直接搞定他们 挺惨的 大部份富尔德人 都是顺利派 都是顺利派 少数是什叶派 当然也有部份 是信其他宗教也有的 事实上 这个民族其实 挺动荡 都是挺动荡 富尔德人当然 用富尔德语 其实都是印欧语系的 伊朗语的 富尔德语有两种书写方式 原来 在伊拉克和伊朗 主要是用阿拉伯字母书写 在土耳其和序利亚 主要是用拉丁字母写 两个地方 原本的语言是相通的 只是 两种文字的书写方法不一样 但现在因为分隔得太久了 两种语言在用词方面 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分 当然 土耳其为什么这么咒忌富尔德人 因为富尔德族人 是土耳其人口最多的小数民族 总共有1400万 其中700万 生活在东部和东南部大片 地港人气的地区 土耳其的大多数富尔德人 当然都是某宗教人士 他们外表和其他土耳其人是没有两个样子 但是语言和文化还有家庭传统上 就是大商敬庭 富尔德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 矛盾其实历史早有记载 虽然富尔德人 是没有好像 亚美尼亚 这样经历着 这个 厄图曼帝局 一些叫做不好的事情 但是富尔德人一直 都是希望独立 而且就和 埃尔多安 相当相当多牙齿人 亦都是 比较难 比较难 你说他独立 因为你之前做了很多极端事情 你想想 西方国家都将富尔德工人党 认为极端组织 那你就很难搞得了 是吧 当然我相信 和平是谈何容易 亦都希望有日可以和平 好 这个就是 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来自澳洲一位大明星 雷神 雷神 基斯 咸氏和夫 Chris Hemsworth 其实他 亦都是刚刚宣布一件事情 就是 他要 现在 是暂别娱乐圈 他就强调 不是退休 是暂别 其实过去十几年 他拍戏一步接一步 几乎 没有放过长假 当然 之后他就回到澳洲住 我都住过美国 真心地说 如果 澳洲人在美国住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美国的生活态度 和我们 有点不相近 不是那么相似 当然 这个雷神奇俠托伊 他就要休息一下 Chris Hemsworth 咸斯和夫 为了迪士尼 的新节目 Disney Plus 新节目 叫做 Chris Hemsworth 的 终极挑战 竟然发现自己 自身的基因 造成这个 亚织海默症 几率 比一般人高出 八到十倍 所以 对呀 令到他 决定完成手头的演艺工作之后 先回归家庭 多多休息 虽然不确定充电多久 但他说绝对不是休息 是暂别娱乐圈 Chris Hemsworth 其实他和很多澳洲的明星一样 就是演我们一个肥肥剧 这个肥肥剧也很厉害 知道多少集吗 多不多得外汇家 好像四五千集 他这个肥肥剧叫做Humman Way 其实挺在澳洲下的 因为都说这个 沙滩海边的 城镇的点滴 没错 有七千八百五十集 哇 没错 没错 十几二十年 是1988年1月17日 开始有 澳洲第二场肥肥剧 第一场就是Neighbors 就是这个 当然 亦是讲一下澳洲的海滩 小镇生活 有起有落 其实他就和很多澳洲的名色一样 都是凭这部剧 就先打起 Chris Hemsworth 赫斯和夫 其实他就说不是退休 他就凭着最好雷神就走红 不单是个人系列 拍了四集 也超过钢铁俠 和 前美国队长 也在复仇者联盟系列当中 都没有缺席 更加在万威英雄片 之外也拍了其他很多的戏 他密集的程度也挺高 当然 他是澳洲 影声在荷里活 这个大舞台当中最抢手的人之一 经常听到工作太忙 恐怕分辨 但除了婚姻 有可能有状况之外 其实身体也出了状况 其实他婚姻没问题 我相信 我相信是没问题的 令到他首先要 先养病 暂别娱乐圈 他就发现了 在节目当中 他就发现了自己 拥有 分别来自 父母的一个 APOE4 的基因 原来 有四分之一人 会拥有这个 基因 只有百分之二到三的人 拥有两个这个基因 如果 拥有这个基因 幻想 亚之海默症的机率 比平常人高得多 他也说自己外公 就是有 亚之海默症的 自从 有了 亚之海默症之后 其实 他外公 已经 已经 好几年 没见过人 他就认为 过去一直挂着 拍片 等到哪一天 突然意识到 小孩子 大了 想再多些相处时间都没有了 打算 就是 要做 很好把握机会 其实 搬回澳洲 都已经是 因为他住的地方 我都说过了 你看他不难的 真是不难的 他在高峰有个地方 叫 库拉邦 库拉邦 你去那里就经常见到他 因为那里就有个动物园 他带小孩子去玩 亦有个海滩 海滩其实也拍了很多荷里活剧 包括 Aquaman 都在那里拍的 哦 其实 我们判了很多戏来我们这里拍 所以你看到 很多美国的明星都在澳洲少住一段时间 当然我们这里就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 他们觉得舒服点 另外你想遇到他就每个星期 因为他住在Brian Bay的拜伦湾 狮子头 不要说 狮子头 他就经常去那里采购 这个叫做 食品的 因为他也是普通人 都跟很多澳洲人一样不喜欢穿鞋 我看到他也是 如果这两个地方你来澳洲也有机会见到他 而且见到他的几率也不低 目前 Chris Hemsworth 已经是拍完手头上的 这个影片 工作量会大减 其实我也有 不过自己懒 他有个App 教健身的 F字头 我也有下载要钱的 算是减了工作量 观众也看到他的作品 他之后就说会更加精挑细选 不过 暂别娱乐圈 就不代表 是 退休的 影迷不用担心 他 是会之后会复出的 都是养病好一点 养病会好一点 说真的 对于他来说 对于他这个 这样的级数的人来说 钱就不忧心 真心地说 对于他 虽然他的家 人家就说 跟Shopping 摩一样那么大 事实上真的跟Shopping 摩一样那么大 看到海 其实澳洲的明星 一般来说 没有什么叫做撒大牌 我发现 可能跟我们这个国家的人 有关 澳洲人 比较随意 澳洲有件 很开心事 就是赢了Ruby世界杯 好像是二十四届赢了十六届 厉害厉害厉害 只可以这么说 这些说力量 雷神就是一个典型的澳洲英俊 就是这样 雷神是一件事 也挺有优势的 因为 通常你演这些超级英雄 会定型的 人家会觉得 一看到你就想着 雷神 你就是雷神 你就是 Ironman 他就是美国队长 但是 他就好一点 他拍其他动作片 别人也接受 没有既定形象那么厉害 如果他继续在 演艺圈那里 应该都可以多元化发展 是 刚才我说了 其实这个 这个Ruby 就是这个橄榄球世界杯 是十六届 澳洲就赢了十二届 赢了大概四分之三的咸头 头咸 其实今届 连女子都赢了 今届连女子都赢了 雷神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澳洲人 大大赢赢 笑容很好 其实澳洲就是一个 我比较喜欢运动的角度 说句老实话 尤其是 他选择的地方都是住在海边的 因为他也是有这个冲浪的 冲浪也是我们一个比较流行的运动 而且冲浪的人 你没有这样的肌肉 你是不够拼的 真的 你拍过几下 你出海拍过几下 你的手已经要很有力 雷神虽然住在比较近 坤士兰州 但他住的地方其实是坤士兰州的 隔离 新南威尔士州 不过 一般他们那边的人 因为来识来很远 我们这里比较近 所以他们 有什么大件事 购物 甚至很多人 我和社长以前都去过那里 他们 很多人就在 新南威尔士州生活 因为他们的房子便宜 在黄金海岸打工 雷神其实是墨尔本人 之后就搬了去 看企岸很出名的 菲利普岸 菲利普岛 他的弟弟 其实这人 都是演员 他大哥也是演员 有什么作品 是澳洲本土东西 澳洲本土东西 其实他大哥 他和他不是太相似 他弟弟就很相似 很相似 上次看到一些访问 做雷神的替身 可能是他弟弟 也不出奇 最搞笑的是 他扮胜节的时候 他来到了黄金海岸的沙滩 他说 他说自己是这个雷神 是叫 Cosplay 这个是Chris Hemsworth 这个好笑 雷神 Cosplay 这个是荷里活影星 就是 做回这个基斯 咸氏和夫 雷神才是真人 Cosplay 就是这个咸氏和夫 都挺个人的 说真的 他这些人 名成利咒 暂时停一停 也好 暂时停一停 也好 因为 其实他当时 是决定 由美国搬回来 其实我都觉得 其实我是美国出生 老实说 我应该都是称为美国人 美国出生 美国互照 但美国主的时间 比较多 你就知道 两个国家 雖然叫什么五眼集团 其实三个国家 英国、美国和澳洲 都有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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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区别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再见